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主人引导下 狗狗开心在草皮上奔跑 还有的毛小孩太过舒服 直接在地上不想起来 这是基隆市政府设置的首座宠物公园 就位在暖暖运动公园内 9号正式起用 基隆第一次有宠物公园 蛮开心的 你刚刚看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 有啊 你看他都翻肚了 你看他都翻肚了 在外面其实有时候人会伤动物 那动物也有时候不小心伤人 可是这里应该都是充满了爱 狗狗在草地上奔跑啊 本来就对他们的膝关节很比较好啊 所以而且让他们多多跑步 也是对狗身体很好的一件事 可以让他们放电多多发泄 市主们迫不及待带着毛小孩进入园区 仔细看首座的宠物公园 设有大狗区和小狗区 里面还有互动设备 让市主们相当开心 三 二 一 请起动 首座的宠物公园启动仪式上 市长谢国良 议长同志委 及动保团体爱狗人士 共同开箱体验 基隆是第一座的宠物公园 那设置里也非常的完善 那我们未来希望有第二座第三座 都要开始来规划进行 那议员过去来给我们很好一些地点上的建议 所以我们也会评估这些地点 那另外除了室外的以外 某一些室内的空间我们也会考虑 所以室外室内兼具 从孩子到毛小孩 其实都是我们未来要推动市政的重点 总之对于毛小孩 我们会看待他像孩子一样 然后打造好的空间 市长这是基隆市这个宠物权益 动物权益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指标 那我们一个先进城市 现在毛小孩毛家庭毛市民都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第一座宠物公园 我想建置在暖暖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 当然还有第一次嘛 所以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譬如说我们的家长需要有一个这个阳光遮蔽的一个休息区 我想慢慢来 那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各区 包含这个八斗子 碧沙鱼港 还是我们中正公园 甚至这个外幕山都有这个宠物公园的设置 那大狗区小狗区 我想我们可以继续来努力 基隆首座从公园完工启用 出席典礼的议员们 除了继续争取其他区设置宠物公园之外 也对于市政府提出了建议 上次上礼拜来开箱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有发现说 其实邮据上面其实略显大概比较单调 那其实很多毛妈们也希望说 可以在邮据上面可以来做争设 这时候后面我们会来建议市政府的 那刚才其实现场我们来到现场之后 有很多这个毛爸妈妈们 也是有在反映说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算是相当空旷 然后可以让狗狗奔跑得很开心 但是它没有一个让市主有一个可以遮养的地方 所以这个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之后会建议这个 我们谈发处跟我们体育场的同仁 看有没有机会来设置一个检疫的休息区 我想非常开心我们千呼万叛的这个动物 草木公园终于在基隆寺第一座的落成 那当然第一次来完成的这件事情 我想在我们看到的当然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我们也希望好比说在这个遮阴这两个部分 好我想这个我们市政府还要再加点油 再用点芯 看旁边是要再种一些绿色的植物 大树大树然后可以遮阴或者是在做一些的 可以遮雨或者是遮太阳的地方 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来努力的 当然我们 库公园尤其是这个狗狗的公园 它的规模跟空间其实相对来说 在大台北地区来说还是属于比较秀真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在我们暖暖之外 我们基隆的其他的区域 包含我们的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第二座 也希望能够有我们更多的这样子的宠物公园 让我们其实宠物公园的功能其实相当的重要 它就是在有养狗狗的人都知道 狗狗其实是需要空间去奔跑去玩耍 这也是他的先行他先行就是需要这些空间 来去让他们跑跑跳跳 也要请市政府能够定期的除草跟消毒 以确保宠物的健康跟安全 然后第三也要请市主彼此约束自己的毛小孩 然后不要让他们发生危险 然后随手把他们的排泄物能够顺利带走 那第四个就是说建议市政府 能够在宠物公园附近 然后弄一些遮阴的地方 让我们市主能够带毛小孩来的时候 能够适度的休息 对很多市主来说 宠物就像家人 基隆市政府打造友善的宠物环境 让他们得到完整的照顾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等不及了看到这么棒的一个小力空间 好来我们一起看向正前方的镜头 正前方来 暖暖宠物公园正式启用 针对天外天缝化炉 日前发生黑狗遭到垃圾车 碾过事件 市长谢国良说 第一时间就掌握讯息 相当遗憾 针对这些驾驶的说法 警方还要做后续的认定 那当然我们发生这些事情 也感到非常的难过 所以我们的立场就是 要把真相找出来 我们现在也不想说 这些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 那在撞击后 到底有没有遗弃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希望 透过警方的调查 我从前天晚上就跟警方不断的通电话 他们也在第一时间就进入天外天 来保全证据 我想我们的做法很清楚 就是先把真相厘清 真相厘清后 才能做后续的一个处置 市长谢国良强调 全案已经交给地检署侦办 希望类似事件不要再发生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道 在原住民传统舞蹈的开场下 市府民阵处举办了一场原住民族 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颁奖表扬十一位不同地区的原住民 模范母亲们 市长谢国良 民政处长张元祥 跟原住民议员陈铭建都到场献上祝福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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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真的很开心 看到这么多伟大的妈妈们 在原住民的家庭 这个 非常的辛苦 非常认真 这张打平 但是你们的家里 非常的幸福美满 就是因为 你们的大力付出 小辣包包 真身一曲功 谢谢妈妈们 谢谢 谢谢 我们市长讲的一样 妈妈非常的伟大 尤其我们原住民 最早来我们基隆的时候 我们先生大多次 从事远洋的 这样的一个事业 所以小孩子家庭 几乎都是母再父子的 来养育 教育我们的小孩子 你是一直到今天 所以妈妈们 你们辛苦了 市府表示 盼借此活动来感谢 为家庭付出的原住民模范母亲 现场的气氛温馨 也祝福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感恩母爱伟大 中山区公所特地办理 113年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表扬个礼及原住民 总共25位模范母亲 机动市长谢国良 机动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 以及议员宋伟丽 施伟政 郭美秀 张炳君 陈明健 和立委林沛祥秘书 童一娟 市政府社会处 副处长盛慧中 和中山区长徐雅文 以及里长们 一起表扬模范母亲 也向所有辛苦付出的妈妈们 致上最高敬意和谢意 新母院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感动 我家有三个 我太太 我最近对她都 讲话特别温柔 讲话特别小声 因为她母亲节很辛苦 还有她的妈妈 就我的岳母 小爱以前都给她布 还有我的妈妈 尤其我爸爸不在以后 特别跟我妈妈想要多花很多时间 那所以非常谢谢各位妈妈 这个日子是属于你的 我们永远敬爱你 谢谢大家 谢谢 基动市中山区113年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在通明里明活动中心举行 基动市长谢国良 基动市议会议长佟资委 以及议员宋伟丽 市委任郭美秀张炳君陈明健 和立委林沛祥秘书同意捐 市政府社会处副处长盛慧中 以及中山区长徐亚文和里长们 祝贺也献上祝福 温馨合照 记者吴俊松 基动报导 三二一 请点灯 哇哦 大家看到没有 这暖白色温暖的灯光 由基隆市政府和企业公司协力 任养后车亭的计划中 引起许多游客关注的 可能就是这个振兵渝港彩色屋 附近的和平桥头后车亭 打造成美式复古风 游客认为 绝对是一个会爆红的 基隆最美后车亭 我会想来 我是特地来的 啊真的吗 没有 感觉怎么样你觉得 我觉得很漂亮啊 因为很复古风 美式 美式复古风 对大家这么说对不对 而且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蛮有名的 对啊 就这边拍完然后换这边拍 哦是这样哦 你们厉害厉害厉害 所以是特地来的 特地来的 特地来的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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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养们算是全台湾最美的站牌 目前目前 这蛮特别的 对目前要像我一直照这个 对不对 对 画面上可以看到 在晚上的这座美式风格后车亭 像是夜里的一盏明灯 温暖的色调 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拍照 据了解最美的拍照点在公车亭对面 可以把后车亭跟彩色屋一起同框 拍起来更美 刚刚有没有什么最佳的角度可以推荐一下 要到对面拍 正面这边拍起来跟对面拍起来会不一样吗 正面我觉得拍起来比较好看 比较好看 对 就是整个进去感觉比较好 然后人要站后面一点 人要站 人要站后面一点 后面一点 因为这样灯会打下来比较干 哦 站在前面脸太黑了 很多游客都会拍照打卡留念 显示吸引力十足 游客说这样的后车亭改造 让基隆变得更漂亮 而且非常友善通勤族跟游客 一种手段 虽然它不直接去减碳 可是各位知道 如果有一个很漂亮的环境在这里的话 我会看这个风景 因为有水 因为有港 内港 所以它的倒影跟反射呢 我觉得比高雄更美 那我也期待说 游客来这边 不只是为了打卡做 跟彩帅户拍照 而是能体会 西融市政府在企业合作这一块 其实真的下了一份很大的心理 那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正兵应港可以越来越好 金融市政府公司协力 美化任养后车亭 这个亮点计划 一波接一波 像是海洋广场对面的 城隍庙后车亭 以及意义路上 元大银行任养的后车亭 都让美丽的山海 市容景致再加分 展现港都新风貌 同时也提高了通勤友善度 就变得比较不一样 也变得比较好看 那以前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感觉 就脏脏的 那现在呢 现在就干净了 然后有点现代感 对啊 有不一样啊 以前是 就是木头椅啊 啊 现代感觉 还算不错 我不是单车 我只要贴在这里坐着而已 那你在这里休息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这样看起来 漂漂亮亮的 可以啦 蛮漂亮的 这样一来 可以让基隆 多出许多热门的打卡地点 自然就可以成为 旅游的特色亮点 达到吸引旅客来基隆 观光消费的诱因 后车亭站站 站 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哇,对面那座山也太有形了吧 真的耶,闪电头发行耶 他们如果没有先向政府申请就开蛙 被天眼照到就惨了 天眼 就是天上的卫星 卫星可以拍到的范围 可是又大又清楚 而且一个月还回传好几次照片呢 任何人看到山坡地疑似违规都可以主动通报 基隆市山坡地疑似开蛙整地 请通报02-2422-3339 由于改装车夜晚横行噪音老民引起许多名怨 你的声音我们听到了 为杜绝汽机车改装车扰人的噪音 环保局2月1日起将加重处罚 罚款提高 采取金额从白天三千调升到六千 夜间六千调升到一万二 依次加重处罚 全国最重 环保局将严格取缔 加强执法 请无释法 噪音打乱生活 消除噪音的困扰 打击不法的改装车 我们向噪音说不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回来 在花艺师吴巧莹细心说明指导下 妈妈们用康兰芯搭配干燥花 设计出属于自己的花艺作品 创造专属的母亲节幸福感 我会用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首先呢我会先介绍花财 让他们认识一下花财 因为我觉得你能够认识它 你才有办法把它安放 安插在你的作品上面 那我也希望能够借我的专业和我的力量 让更多人可以感受花艺之美 这是为了庆祝母亲节 基隆市议员曾宜芳特地和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位 在七堵区和好几个礼办公处 以及社区发展协会 联合举办八个场次的花艺DIY活动 每个场次接受六十位婆婆妈妈们的报名参加 其实在那个母亲节前夕啊 宜芳与同志位议长一起来举办了这个 我们七堵区的八场花艺活动 那其实为的就是让妈妈可以感受到 我们地方的民意代表对于妈妈的用心 让妈妈可以把这些花盆花艺 透过自己的想法跟那个想象力 把它插成完整的一盆花 然后把它放在家里 可以让她每天就想到说 这个是她在某一年某月某日 所做的一个花艺课程 那她对于一些文艺的一些艺术 她会有更加的成长 那因为毕竟像社区有一些活动 其实常常都是跳舞课程 或者是那个唱歌班 或者是烹饪班 对于一些文艺气息的一些花艺艺术作品 其实是比较少的 所以宜芳是跟同志位议长讨论说 像这些花艺课程是可以把它带入社区 让妈妈可以感受到社区不一样的气息 参加花艺活动的婆婆妈妈们都感到很开心 也很幸福 你的DIY好不好 好好好 非常好 怎么说 这样子又可以交朋友 又可以学了新的一样技巧 非常好 市议员曾宜芳进一步表示 这次也把花艺DIY活动 带到七毒马林 以及友类地区 所谓山曲无礼里面 让辛苦的妈妈们都能够获得快乐和幸福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母亲节前夕 身兼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和副主任邱国祥贤抗力 特地到第三分局代表 警友站第三办事处 市政母亲节加菜金以及营养品 副主任邱国祥贤抗力 个人更加码六千元母亲节加菜金 感谢警方的辛劳之外 副议长杨秀玉也向市政府 争取各分局编制雏工的建议 同仁的一个母亲节的一个字役 他今天特别送了一朵康乃馨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礼物 来祝这个所有的这些 三分局辖区内的这个 女警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那也特别针对我们今天有特别 我们的雏娘 因为我们知道明以时为天 那我们三分局这个雏娘大家非常喜欢她 那特别有跟我提 说特别制证一个小红包给她 我们市政府针对我们就是 警察局的这个就是 我们的雏娘 因为我知道说一二三四分局 他们都没有这个就是编制 在编制内就对了 所以他们的福利相对的就是会 比较没有像警察局这么好 那警察局他们有编制这个月聘人员 那希望说再次我有提案 那希望说我们就是就是市府 警察局这个区块能够针对我们这个 雏娘的部分一二三四分局 能够给他们更好的福利 副议长杨秀玉认为 目前只有基隆市警察局有雏工编制 希望市政府可以协助基隆市 其他四个分局 也都能够编制雏工帮忙煮饭菜 照顾好园警们上班执勤时的饮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即将参加国中教育会考的 中山高中国中部考生们 考前冲刺努力K书 而中山高中毕业的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也特地在会考前夕 回到母校中山高中国中部 制政白沙屯妈祖 以及文昌帝君 过火加持过的文具组 给上百位中山国中学弟妹考生 为大家加油打气 预祝在五月十八十九两天 即将举行的113年国中教育会考中 圆满顺利金榜提名 那炳君其实身为中山高中的校友 所以特别制政了我们所有 即将要考国中会考的学弟妹们 然后有带着我们的文具的事件组 二笔铅笔 包含还有我们的文昌笔 这是有特别带去白沙屯妈祖 有去贵乳 也希望就是妈祖的保佑 希望我们的这些学弟妹们 都可以在国中会考的时候 考上他自己理想的学校 请代表中山高中 我感谢医座这么有心 还到白沙屯这边 这边的个祈福 然后就把这些的文具 然后送给学弟妹 那我想这份的心意 然后这份的祝福 我们都是有非常满满的感受 那我也希望说有这样正向的力量 学生在会考的表现会更好 真的谢谢医座 谢谢 这批送给中山国中 准备会考考生的文具组 是市议员张炳君 亲自到苗栗白沙屯拱天宫 代表考生们 向白沙屯妈祖拜拜过火加持 祈求考生们考试圆满顺利 希望借由白沙屯妈祖的祝福 加上考生们自己的努力 得偿所愿考上理想的学校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跟着爷爷奶奶一起手作凤梨酥 冷冷国小孩子与社区长辈一起共学 母亲节前夕制作甜点 沉地暖暖的温情 很高兴这次能参加这个感恩母亲节的这个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参加了做凤梨酥的 还有凤茶活动 第一次参加做凤梨酥 上次做那个粽子也觉得很好玩 这次的活动非常有趣 可以让我了解凤梨酥的做法 我也要谢谢我的母亲每天辛苦的 载我来上学下课 今天的活动最主要是 长辈们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做凤梨酥 透过这个长幼共学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也让孩子们学会说 怎么去表达对我们长辈的一个敬爱 表达对长辈的敬爱 还有凤茶活动 孩子们也帮爷爷奶奶垂背舒缓疲劳 露出灿烂的笑容 感谢孩子们的贴心 金融市自然生态文化发展协会 还带来活力演出 让爷爷奶奶活若筋骨 第一个我们做凤梨酥 第二个活动是凤茶 希望小朋友能知道这个凤茶的意义 还有第三个我们做书签 来庆祝我们的母亲节 前来参与活动的市议员张耿辉 给予活动满满的肯定与祝福 我就是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也是在我们长期自然生态 每次有母亲节她都一定会办活动 祝福我们天下所有的伟大妈妈 家节快乐永远身体健康美丽 祝福天下的妈妈们 小朋友与长辈一起拿着凤梨酥 献上满满的祝福 母亲节快乐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黑色交车引擎盖凹陷 挡风玻璃 碎层蜘蛛网 车内安全气囊爆开 零件散落一地 救护车抵达现场将一男一女送一急救 这起车祸发生在9号上午10点 一辆交车从八堵隧道往七堵方向行驶 但才出隧道就失控撞上丰隔岛 先撞倒两根耗字桿 最后撞上了路灯桿之后 整辆车才停下 我就听到声音 人出来的时候人就爬下来 然后先走到乘客座去 就那个扶他女朋友出来 他回家吗 不知道我们居住在这边 他们不知道去哪里 你怎么知道 上午10时接获八堵隧道口有交通事故 本所立即派人前往查看 警察系一名20出头岁的陈姓男子 疑似阳光影响事件导致操作不慎 致状目旁耗志 车上一名女性有人胸口擦伤 二人送往医院检查均无大碍 驾驶向警方公称 疑似因为从隧道出来产生了刺眼 才会失控致状 但看在民众眼里却有不同的看法 消防局救护车赶到现场 将受伤的男女送一急救 至于车祸造势原因 人有带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都请买了那是随便请好了 都请买了那是随便请好了 新闻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新车停泛合法骑柔停车空间 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 另外 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层栽 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 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欧根的老师就赚了十万哦 我刚刚赚到人生第一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包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要夾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到你来给不到5秒钟 但是一出门 我就看到 阿嬷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买菜 超保油门 我也只能轻轻的踩 学校附近五婴阿郎 医院周边有老大郎 人车拥挤处有探夾郎 5号这行阿口有咱处来郎 整条路都自己郎 特定区域小心 渐速随停 让爱随行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 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社宅包租代管4.0 以屋换屋 可跨县市服务 让长者生活更便利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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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租代管333 方便